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5.5亿人口中八成是文盲 这个不只是中国发展的严重阻碍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 半个多世纪 时间其实并不远 或者你和我的爷爷 太爷爷就是其中的一缘 党和政府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数盲 田间地头 街道闯矿 部队边疆 中国人到处都在学文化 放牛蛙在牛背上学 瑜伽女在船头学 素盲被编成戏剧演出 刚下台的演员还未卸妆就开始学写字 这里是在新疆武士塔格封下 塔吉克族群众正在跟一个小学生学文化 大家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时经常不是老豆教子 而是子教老豆 刚读书不久的小孩 反过来教搬世人都不识字的大人 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亦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罕见现象 是由新中国去还旧社会欠下的文化账 这组旧照片拍摄于1952年的8月 一队战士正在行军 他们一边走一边读前面那个人的包袱上注音符号 这些新经白战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文盲 而一个叫做奇建华的战士 在向大西南进军图中发明了促成式字法 令人可以在三十日里面学会了三千多个汉字 刘少奇称呼他当代创决 注音色字法现在在新华字典上仍然见到 这张图片很有名 延安时代毛泽东和小八路一齐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教两个小八路认字 1939年4月24日 在延安东关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向毛主席问号 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 接着他在手心写下了三个字 教他们怎样写 这个画面被旁边的摄影记者石少华拍下了 事后不久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推行义务教育 直到1964年 毛泽东见到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时 还问他找到那两位小八路没有? 石少华说找不到 想不到在1986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石少华在辽宁见到当年两个小八路中 比较矮小的刘长贵 就因为学了文化 他已经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1949年至1969年 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数盲运动 去到2000年 中国文盲率下降到6.72% 这个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作出的热出贡献 石自是文化的起点 全民宗教气氛的形成 正在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回望历史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强国富民 育人为先 经过70年的努力 中国已经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据联合国教科民组统计统计 去到2015年 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到3.6% 70多年来 教育为国家培育了2.7亿 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各类人才 而且在很多的专业领域的水平 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 这些人才不断推动国家发展 令社会恩恩向荣 透过教育 不单只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也都改变了国家的未来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